你知道女孩子被骗到缅北诈骗窝点会有多惨吗 在缅北诈骗窝点很多年轻女性都是被诈骗窝点高薪工作诱骗过去的 到了缅北后才知道原来所谓的高薪职业就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主要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去调网络上男性 扮演者各式各样的角色 在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剧本 视频和照片取得受害人信任后 一步一步将男性拖下去 没错就是被迫从事裸聊就行诈骗 一旦这些年轻女性不按照诈骗窝点要求做 轻则打骂电机 重则就会被强暴或者被卖给娱乐场所 有位去过缅北诈骗窝点的人员 回忆到他在缅北诈骗窝点看到的那些女性的场景 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那个屋里有12个女孩 大床上有2个女孩 被人扒光了身上全都洗 拿手铐扩上门 厕所还有都是脱光了 满身都洗打痕 还有个女孩在一个小室窝里面 被人只用玩的不上样的 我看第一个有真果 这些花季少女因为一时的冲动前往缅北 没想到就此雨落在缅北 这位缅北回国者看到的 只是女性被骗到缅北最常见的一种状态 不服从就会被玷污 长得漂亮更加危险 举个例子 之前我国台湾省有个叫皮皮 都外围女之身前往柬埔寨发财 最后被卖到了诈骗窝点 短短7天就被迫接待数不清的人 可想而知想皮皮 经验这么丰富的人都被折磨的哭着 求助 由此可见那些入室不深的年轻女孩们 是多么的痛苦了 在缅北诈骗窝点的女性 甚至会被贩卖给特殊癖好的人 一旦被卖掉 也就预示着这些年轻女性再也回不来了 她们会沦为有钱人的玩物 用各种变态阴暗的手段 去折磨这些年轻女性 很多女性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疯掉了 在缅北的大街小巷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中国女性 棚头垢面 披肩散发 双眼暗杆无神 谁都不知道她们到底遭遇了些啥 只知道又多了一些沦落街头的疯子 有很多年轻的中国女孩 到了缅北后就彻底的失踪了 至于去了哪里 恐怕人口贩卖组织也不清楚了 因为缅北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贩卖中转站 有无数的女性通过这里被卖往世界各地 一旦被卖可能就永远的回不来了 在缅北最可怕的应该就是人体器官贩卖 一旦她们被卖给了人体器官贩卖团伙 那么结局就已经明了了 像我国台湾省这位皮皮的女性 应该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她当时去的是柬埔寨的诈骗窝点 如果要是去了缅北诈骗窝点 可能皮皮此刻只剩皮了 所以请广大女性同胞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电信诈骗高发区的国家 有高薪工作